該官 曾副管長 郭榮會 二十九 合接領著臺灣婚酒公司的黨署長 副管長 郵文化觀光局長 郭榮民接任 雙方並簽下主任的第一份公文 第一次副管長 郭榮會接任臺灣婚酒公司黨署長後 副管長一致郵文化觀光局長 郭榮民勝任 對處很多官府官都持者民看法 有官府官之處 郭榮民是一位真有訪問的進步看 副管長後 一定可以破案當局為情用的政見角色 對中華官 管副團隊都有加分的作用 我想呈縣長之命 擔任副縣長 非常感謝縣府團隊的支持 未來希望大家能夠群策 群力 共同努力 完成嘉義新時代的這些使命 然後來把工業區的開發 還有農業的相關的園區和文化觀光的 相關的設施能夠進一步的來做整合 然後產業之間的整合來帶動嘉義縣的發展 來相助縣長來完成縣政 五方民 曾經當時 中華官 立委辦公室主任 關府民進處長 五日空進款高鐵進行 中華官也還幫五方民進出當時文化部 政府處長 雖然不能入院 但是後來民進黨中央 由於中五方民調進東部 並調中心主任的時候 中華官也還替五方民救委訓 任為大財修養 最後中一中五方民留在廣府 最近新聞 祝來行 該機關 採訪報登